1983年 潘靖福接到任务 由他担任总设计师 研制中国自己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中国在新型导弹驱逐舰的诸多领域 还是一片空白 潘靖福深感自己肩上的重担 我们有蓝七零机吗 我们也告诉彩虐机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那是非买不可 我当时就是要趁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有针对这些引进先进技术 是提高我们的技术起点 所以这样做 第二步我们才可以不惨化 经过深思熟虑 潘靖福主张一方面尽量选择 国内新研制的设备 同时引进一批国外先进设备 为此有人讥讽潘靖福 造的驱逐舰是八国联军 潘靖福的观点得到了当时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的认同 刘华清较早地遇见了研制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可能需要相当长的周期 他把潘靖福的这种开放性思维用最直白的语言 描述为花钱买时间 我们的总体设计水平还很低 花点学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比关起门来一步步摸索要快得多 在经过反复的探讨和争论后 最终上级领导明确了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的指导思想 简单来说就是自主研发 部分引进 1984年4月1日 052工程正式启动 决策机构给出了十年计划 也就是1984年到1989年完成设计 1989年到1994年完成建造